世界各地的每个人 男人女人或男孩或女孩 基本上我们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颜色 年龄或名字 其他习俗 生活和土地 我们听不懂的言语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就像我们住在巴比伦 Isper EMC也被称为Sebastian 我有一些问题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能越过边界 感觉有点像监禁 而不是新的世界秩序 变成了现代奴隶制 但为什么这个政策 他们无法向我解释 疫苗接种新意义 是救国还是灭国 媒体向你灌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一直在发推特给你 Off the Grid TV我关掉了 就像闻所未闻的手语 没有工作没有财产 没有我们头脑中的一百万个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一切都不对劲 我们都住在巴比伦 世界各地的每个人 男人女人或男孩或女孩 基本上我们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肤色 年龄或名字 其他习俗 生活和土地 我们听不懂的言语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生活在巴比伦 我们都回答电话 她在歪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问他 我们来自chaft的主义 看到我们的这种主义 很多人的八千里 我们都问我们 拍拂的那种 手语